空襲警報來了 這個航行居然大跌了600點 而且明天還是台子旗的結算日 外資究竟他打什麼陰謀 想要把這個台股繼續往實力打嗎 我覺得是有反彈的機會 為什麼呢 今天節目一次跟各位做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威遠老師 好今天的航行 大家我想心情都會比較差 為什麼呢 今天的大盤跌得相當之驚人 盤中一度跌到了600點 好我先用這首詩來代表散戶的心聲 這一首王昌霖的初賽 秦時明月漢時官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史隆成飛降賽 不叫狐馬渡英山 現在大家最需要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來保護我們的台股 有沒有人來hold住我們的台股 難道要讓外資這樣欲取欲求嗎 他的空單從昨天前天一路增加到一萬七千口 今天大盤狂殺 他的空單大獲全身 那接下來呢明天是台子期的結算 我跟各位講齁 來我們再來看圖卡 秦時明月漢時官 萬里長征人未還 其實不管你知道到沙場上面徵戰 難免都會碰到一些意外嘛對不對 就像我們在台北股市當中 投入股市難免多少會碰到一些利空 多少會碰到一些下跌 這個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現在需要什麼 淡死隆成飛降賽 哎呀多希望我們的隆成還能夠賽 我們的飛將軍還能夠保護我們 不叫這些匈奴人對不對 狐馬就指的是匈奴人 不讓這些所謂的匈奴人 來攻佔我們的領地啊 簡單來說啊 不要讓這些外資啊 對不對 繼續幹嘛 繼續賺台北股市的空單錢啊 他們不斷的放空 借券餘額不斷的增加 外資期貨的空單不斷的增加 賺誰的錢 賺台北股市散戶的錢 對不對 這不對啦 這不對啦 你如果說真的是因為 經濟性的利空 那外資去賣 那我覺得還情有可言 可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一一戰爭啊 對不對 有人說一一啊 以一啊好不好 以一戰爭啊 這個戰爭之下 你說跟台灣到底有沒有關係 其實沒什麼關係啊 但是我跟我說過 這個問題是宗教問題 所以啊 剪不斷理還亂 那我們不要太 花太多時間去探討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各位 我們是無法去理解 正在瘋狂的人在想什麼 各位投票你懂我意思嗎 牛頓不是有講過一句話嗎 哎呦我可以發現地心引力 我可以理解天體的運行 但是呢 我無法理解人性的瘋狂 他沒有辦法理解股票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會跌 他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當航行 是他說大家相當狂慌 他沒有辦法理解 你看連牛頓哦 他都沒辦法理解 對不對 那更何況是什麼 你我他 對不對 更何況呢 是現階段什麼 一般投資產戶 所以我跟各位講 現在這種狀況 來給我們看大盤 現在這種狀況 今天大盤跌多少 來收盤跌547點 尾盤有稍微拉一下 但是這個拉的力量啊 不是很強勁啊 就是說想要拉踩 可是最後一盤又打下去啊 代表什麼 代表持股信心不足 就是尾盤有人想攻上去 各位你注意看哦 你看這裡哦 尾盤有人想攻上去 但是呢 到了1點25分 另外一批人發覺什麼 欸不對耶 明天要財詞集結算耶 趕快賣一賣 對不對 這尾盤啊 他又殺下去了 尾盤他又跌下去 就產生這樣子的窘境啊 那因為 我跟各位講哦 你如果說要出現止跌訊 那一般來講 這個下影線要夠長 大概要150到200點 你今天可能會講 欸 薇老師啊 這裡有下影線啊 嗯哼 對 沒錯 觀察入圍 對不對 給你一個讚 我給你一個愛心好不好 今天大家心情不好 來 薇老師畫個愛心給你啦 好不好 畫個愛心給你啦 讓大家開心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的心都在這都在這裡 我的心都心細的各位的投資的狀況 心細的各位的股票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你看哦 這個下影線哦 來 到底怎麼看 我跟大家講哦 不夠長 簡單來說 我覺得不夠長 我不會因為 哦 為了跟你講航行長而睜眼說瞎話 不是 我要跟你講什麼 這個下影線不夠長 但是如果明天 來了一根長下影線 那就非常的漂亮 你理解我意思嗎 今天這個K線並不漂亮 但是 早上的節目 8點中式解盤節目 我已經講過 今天就是會回撤月線 甚至跌破月線 對不對 但是不是一跌破月線 哎呀 你就說我們就來買 不是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月線有沒有下彎 來 重點來 月線有沒有下彎 下彎哦 你注意看哦 月線有沒有下彎 有下彎 所以這個地方 當天 今天不要隨便接刀 明天後天才是買點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什麼 禮拜四才是買點 為什麼禮拜四才是台積電的法索會 明天還有可能外資期貨會趁次的壓低結算 這也有可能 所以 為什麼早上節目也很重要 我為什麼要分早上又要錄 下午又要錄 你看 溫老師應該算是 拳頭顧數一數二認真的老師啊 我早上錄一場 下午我也錄一場 盤前我跟你錄 盤後我也跟你分析 而且我們的盤前是早上8點哦 能夠這樣辭職也可能不容易啊 對不對 每天早上8點對不對 我們再跟你解盤 我們再跟你講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像現在我們 你看 現在看到節目是盤後節目 大家都看到啦 每個人都跟你講啊 跌破月線對不對 那重點是有沒有人告訴你 今天跌破月線不要馬上出手 就我而已嘛 很多人會告訴你啊 你跌到月線就買 可是萬一什麼 你哪裡就跌破月線呢 來我問你哦 我們看這個點數比較準 20244是月線的位置嘛 20244也就是說什麼 20244在哪裡 各位拜託 來我用紅色的給你看 你看了會洗雞皮疙瘩 是在這裡耶 開盤是就在點到月線的嗎 那照你所聽到的說法 不就是這裡就要買嗎 對不對 不就是這裡就要買嗎 你理解為什麼 你一買下去你看 一買下去 你又吃了 吃了多少 400點的跌幅 你又貼了400點耶 但是你聽各位老師講 我說跌破月線 原則上理論上是買點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月線下彎了 等一下 不要急 錢留著好不好 錢不會跑掉 你胡亂投資錢才會跑掉 你先留在 口袋旁邊 等我發號施令 等我幹嘛 我是個龍城飛將 發號施令 進攻的時候 買進的時候再來 對不對 所以一個厲害的分析師 是能攻能守 允文允武 不是每天都只會買 有時候不能買的時候 我們就要 手要綁起來 懂我一種要綁起來 對不對 今天應該準備一個繩子 對不對 手綁起來 很多人會叫你 今天我今天看到很多人開盤都叫你買啊 不是這樣子的啦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在做空 我們也不是空投 我只是告訴你 我覺得什麼點買會更漂亮 今天開盤就不是漂亮買點啊 很多人會跟你講 跌到月限就要買 結果呢 莫名其妙吃了四百點 這一個黑K棒 各位對不對 所以你要理解 我跟大家講的一個什麼 一個邏輯 所以早上八點節目 真的都非常重要 因為原則上 跌的原因在哪裡 以色列 參謀總長說什麼 會有所回應 就這一句話 對不對 他瞬間成了全世界 影響力最大的男人 瞬間啊 可能就當這幾天啊 對不對 影響力最大的男人 以色列的參謀總長 他說啊 你們在伊朗太囂張了對不對 來 我們會有所回應 我不想管美國了 我管你拜登講什麼 不管了 我們幹嘛 我們要有所回應 你還沒反擊 就這樣講而已 你看就跌了西里華 今天連軍工股都沒有噴出 注意重點 注意重點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今天軍工股應該還是會繼續漲 可是今天的軍工股反而沒有噴出 你注意看 比如說你看最指標的漢翔 有沒有 反而是跌 8033雷虎 今天呢 算強勢啊 對不對 像是2630雅航有沒有 也是開高走低 甚至什麼 修飛機的長榮航太 可以殺成這樣子 你看 這個是航太股哦 跌6% 這問題出在哪裡 這是軍工股哦 軍工股哦 結果呢 這句話下來 對不對 這句話很重啊 全台股 幾千億的市值 就受到影響 另外 我跟各位講 還有什麼原因 各位 這個 來 零售銷售數據哦 連兩升 凸顯就業強勁 那你覺得這個也是下跌理由 那就是為了幹嘛 為了找理由而找理由嘛 為了下跌去找理由嘛 你就業很好你也要跌 為什麼跟你說就業很好也要跌 啊我們降期就可以晚點降啊 我們6月不要降 啊我們9月再來降啊 啊就變這樣子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找理由啦 這是找理由啦 哦 好吧 我覺得 這個是短期上面的一個什麼 影響而立啊 哦 短期上面的一個影響 所以 現在最終什麼 你要理解的東西是什麼 來 這個我不要再講 大帝第6支漲體 對不對 今天紀錄終始了 沒有7個燈了啦 沒有7個燈了 今天還能夠亮燈 我覺得以為是佩服 我自己啦 我可以創下紀錄 今天大地沒有在亮燈 今天終於幹嘛 終於跌啦 有沒有 終於跌啦 等好久了對不對 那怎麼看 怎麼看 終於跌 今天跌多少 今天跌了4% 他進入到分盤交易了 已經被關緊閉 漲太多了 漲太快了 太兇猛了對不對 被關緊閉了 那現在呢 你注意看哦 各位 你要觀察什麼 他的一個什麼 成交量 馬上量縮嘛 我覺得這對於他來說 反而是一個保護傘 因為航行不好 你分盤交易的股票 就得到保護傘 因為買賣那個交易就開始不樂落 我們就不是很不是那麼方便買進賣出 所以他的量縮 反而對他來說是幹嘛 是一種保障 我認為說他整理完之後 還會再上 還會再上 你看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你看 像這個你看哦 我們跟大家報什麼 會員持股 1514亞利 連續5支漲停 太神奇了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5伏林門 他真的來了對不對 是不是真的來了 我還跟你暗示 前兩三天 我就跟你暗示 我們因為想要挑戰什麼 5伏林門 所以我們去買一張股票 交什麼 2745的5伏 來現買 馬上拉了兩根漲停 對不對 進場之後 注意哦 進場之後馬上拉了兩根漲停 縱使啊 這兩天回檔 你看今天有沒有創高 今天又創新高 今天又創高 這不容易耶 我跟各位講 今天能漲的股票 背後都是有故事的 背後都有人停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是一個最好的 這個所謂的 檢印行情 照妖鏡什麼都可以 這個很明顯 你看 5伏又大漲 對不對 那你看有一檔股票 3260國一港 今天拉到什麼 打到跌停 哇 文老師怎麼看 對不對 怎麼辦 能怎麼辦 你不要擔心啊 為什麼 所以你現在就想一件事情 我為什麼一直跟你講 低檔佈局很重要 為什麼 我們哪裡買 102塊買 今天跌停版 我們還賺錢 我講真的 今天跌停版 我們還賺錢 而且高檔 我們有沒有動作 有動作啦 我們有動作 我已經 我不能講那麼白啦 好不好 前兩天在高檔的時候 我們有動作啦 我們有做一些調節 所以 文老師操作是很彈性的 你就說 他噴出去的時候 我發覺什麼 他短線上動能開始震盪的時候 而且我會 耳聽 引觀四面 耳聽八方 差點聽成 耳觀八面 眼聽四方 眼聽四方 好不好 差點講錯了 來 所以我跟你講 前兩天他創高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些動作了 我沒有全部出完啦 我們出一半 我沒有全部出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一種 進可攻 退可守的策略 這很好用的策略 你也要學起來 當你已經 贏了這場比賽 這個時候你要想的是什麼 持音保態 你要想的是怎麼樣 佔據住自己的優勢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富人只要不亂來 他永遠都是富人 窮人只要不亂來 他永遠都是窮人 你有聽說我所講的道理嗎 你知道嗎 我再講一遍 有錢人 好 我們不要講窮人富人 有錢人 有錢人只要不亂來 他永遠都是有錢人 對不對 沒錢人 他不亂來 永遠都還是沒錢人 所以到底要不要亂來 到底要不要亂來 這是因此而 因此而異 不一樣 你要看狀況 也就是說 當我們已經佔據了一個 絕佳位置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 像威剛 我們在低檔買進 我們在這裡買進 我們已經取得什麼 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已經取得絕佳位置 我已經不怕你了 拉上去這邊 我們已經幹嘛 已經有幹嘛 獲利了 獲利一半了 那沒有關係 當他跌下來 不用任何 沒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 這一檔股票我賺定了 有沒有 這種你就能夠抱得住 可是我現在擔心什麼 如果抱上又抱下 對不對 上去都沒有動作 然後又下來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有賺錢 可是我現在擔心的是 如果你是摘一根紅K 或者是他創新高的時候 你去堆價的話 我就開始擔心 為什麼 我擔心的不是這檔股票 我擔心的是你的操作邏輯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種事情你會一再重複不斷的發生 不是只會發生在威剛身上 很多股票都會這樣子 也就是說 沒動的時候你都不想理他 漲的時候你會觀望 噴出的時候你會追 那這樣子循環之下你會發生什麼 常常就是倆孤糟糕 常常就是追高殺低 久而久之你就會滿手套了 最後就變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的動作是什麼 低檔布局買進 噴出去我們要有所獲利調節 另外一半獲利放風箏 他如果繼續噴我們就繼續賺 雅力不就如此嗎 他繼續噴啊 我也沒有想到他會噴成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也沒有想到 但是他就是這麼噴 對我們就放風箏 讓他繼續大賺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良好的策略跟心態 每一張股票你這樣做 你基本上就利於什麼 利於不敗之地 各位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的股票 操作流程都是這樣子 操作流程都是這樣子 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這樣子 大家很擔心 很擔心 所以我今天有一個資料跟你做分享 叫做防空洞股 為什麼叫防空洞股 不是防空洞 行情在跌的時候 有兩種族群很強 一種叫原物料 對不對 我舉一個例子 你看有一個股票叫9955加隆 連續噴出什麼 黃金概念股 9955加隆 黃金概念股 這種就是標準的防空洞的股票 當有戰爭的時候 這個通襲警報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這種股票就會受賄 那這是一種類型 另外一種類型是機息很低的 電子類股 科技類股 AI類股 這種也有機會在底部疊深幹嘛 打底完成出現反彈 今天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8054安國不是很明顯的例子嗎 疊得很深 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 架構是什麼 架構就是三位一體的架構 你注意看 它是不是站在月線之上 月線上揚 基本面 它其實不是很漂亮 因為獲利沒出來 但是它題材很夠 安國集團 神盾集團的特色就是這樣 噱頭十足 對很faction 噱頭十足 可是你講到說有沒有獲利有時候拿不出來 狀況就是這樣子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 它的技術面有沒有翻多 它有翻多 有沒有MSE是翻多 大戶持股比重開始上升 所以它值得你列入為一個什麼 觀察的標的 另外呢 我們跟各位講 我們另外這些股票 另外這些股票 其實都有符合像 安國 像神盾 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防空洞骨 原物料加電子 因為我再跟各位講一遍 你不要預設這個戰爭 它們會搞多久 你不要去預設 很多人跟你講 兩天就沒事了 這個很難講 很難講 你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因為如果萬一歹戲脫膨 怎麼辦 你要先想好 你要先想好該怎麼做 有些個股 你要怎麼做換股的動作 有些股票 你要怎麼高出低進 簡稱高進 怎麼樣當賭神 這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這七檔股票 我今天列了七檔 原物料加電子 你要取得這份資料 請各位 加入我們下方的Light Atmo 888 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不知道該選什麼股票的 或者是你手上有持股的問題 你今天可能很多股票 都套牢了 或者是很多股票 追在什麼 追在一個高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如說你看聯發科 連續性什麼 嚇殺 這個也是很驚人 這是基歐的好股票 EPS可以賺70塊 你看一下 結果 今天跌了 將近5% 昨天大跌 今天 他又大跌 這股票 朋友 你會覺得匪夷所思 你會覺得幹嘛 莫名其妙 但是我老師跟你講過 你要注意一個重點 你看 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真的記錄分析年 你要聽我的 你要聽我的 你注意看 不要去買什麼 不要去買月線下彎的股票 你注意聽我講 你把它抄下來 Ruler1 不要去買月線下彎的股票 為什麼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月線什麼時候開始下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來 朋友 來我放大一點給你看 來 這一天還在上揚 這一天 4月8號 聯發科的月線開始下彎 這兩天也不會有人去買 但是到了這一天 4月10號 開始有人跳進去買聯發科 站上月線對不對 但是很抱歉 你沒有注意到他的月線在下 他的月線是在下彎 問老師真的嗎 你注意看 他的月線 在這裡 是在下彎的 小了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我放大了 你看 可以 你看 有沒有 22MA 來你注意 注意 對不對 你當兵說注意 你要附送注意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 有沒有 月線是幹嘛 下彎的嘛 所以這代表什麼 片線 片線 你知道嗎 片線 這邊 片線 然後隔天 很多人就跳進去了 那你要注意 月線還是在下彎嘛 結果呢 從1230跌到今天1055 經過1234 4天的時間 4天的時間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跌了將近兩成 他是聯發科 他不是什麼 投機的什麼 什麼小股票 不是耶 他叫做 聯發科 他叫做發哥耶 有沒有 所以我才跟你講高速低進吧 發哥是誰 發哥就是 中潤發嘛 聯發科嘛 所以各位你看 有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一遍 買股票 Ruler1 規則1 不要買月線下彎的 Ruler2 不要忘記Ruler1 這樣好嗎 不要忘記規則1 好不好 記得好不好 OK嗎 OK嗎 你一定要記得 今天航行跌 我知道大家都不開心 但是呢 我們還是幹嘛 還是得 向前走嘛 對 如果我都沒信心了 那你怎麼辦 我問你嘛 我都沒信心 我要怎麼帶你做 我們當然有信心 十足的信心 為什麼 因為該避開的 不能追的 我們都盡量去做到了嘛 各位對不對 像聯發科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就是幹嘛 就是不要 不要在這個地方追 很多人跟你講 這邊要買啊 有沒有 你自己回頭去看看嘛 是不是很多人告訴你 在這裡可以買聯發科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注意看 我們介紹給你的股票 威鋼 你注意看 月線是不是都上 縱使今天 他打到跌停 他的月線還是上揚的 1514的亞歷 對不對 不就是如此嗎 另外我們看喔 再跟各位講這個 幾檔這個股票 大家去特別去留意一下 這些相關的 像2363的系統 有沒有 這也是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三個位置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你所有的標股 他幹嘛 最後喔 你會發覺他們就在照鏡子 你知道嗎 照鏡子 因為長的都一樣 就每一檔標股都像雙胞胎一樣 嵐生兄弟一樣 對不對 就是 看起來 長的都一樣 你只要把這個股票代碼 蓋住 你會覺得他們都一樣 我問你喔 來 我比如說這樣子 我舉個 舉個例子 你看一下這幾檔股票 我把系統的股票 股票名字擋住 你看喔 你就不知道它是系統 來 再一遍 這樣 再一遍 好 系統 你看不出來它是什麼股票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這種股票會漲 對齁 來 那你再看一遍 1514的亞歷 你會不會覺得 假設我把亞歷的命值得住 你不知道它叫亞歷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它會漲 對不對 如果是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你那個感覺就對了 三位一體的那個概念跟邏輯就出來了 MACD要翻多 千張大會要增加 月線上揚 對不對 形態是站在多方 這都很清楚 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台北股市這種 符合這種條件的 越來越少 符合這種條件的越來越少 但是還是有 你要注意還是有 現在你買太右上角的 高高在上的 我已經講過 亞歷已經不適合你在操作了 我們有的人 會員朋友的 各位你就聽我的指令就對了 我已經講過 威剛也是啊 對不對 威剛也是啊 我已經講過威剛 他可能不會像什麼 不會像亞歷這麼猛 因為威剛叫大帝之子 對不對 小孩子嘛 總是比較容易沒力啦 對不對 但是你看嘛 來 重點是什麼 你的切入的點位要夠漂亮 這才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跟關鍵 你在看 3587紅康有沒有 今天也沒什麼底啊 還留了一個什麼 留了一個下影線 這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但是你注意 也不是每一檔台積電供應鏈 都強到不要不要 也不是啊 也有押回的 也有押回的 那我們來看一檔股票當例子 3680加登有沒有 他也是連續三天幹嘛 連續三天的拉回 所以你看那個股價的強度 我們之前跟你講的3583星雲 有沒有 那股價強度 在複習一遍 他什麼時候會最強 來 我在技術分析在教學一遍 股票什麼時候會最強 這裡你一定要記得 這個case 這個方法你只要學會 你受用無窮 我跟你講真的 當這個MACD 我用粗一點 來 這個快線跟慢線 埋在這個MACD裡面的時候 零軸之上 這個時候股價會最飆 會最噴 但是他一旦離開了這個地方 就比如說離開了媽媽的保護 股價就開始 有點不太行對不對 對不對 他離開了這個保護傘 最終還是會離開 只是哪一天不知道 就像 就像 小孩子一樣 早晚有一天會離開爸爸媽媽身邊 只是不知道哪一天 有些人喜歡當啃老鼠 就待比較久 待比較久就很飆 對不對 那很飆是誰 來 6139牙翔 有沒有 這張啃老鼠 就我不要走對不對 我要待在媽媽的懷抱 你看有沒有 他一直待在裡面 他不出來 有沒有 他一直待在裡面 就很強啊 就不出來 那你就看他哪一天要出來 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幹嘛 離開了對不對 這邊 稍微有一點點 再觀察個一兩天 再觀察一兩天 你看 標股的行程是不是都一樣 真的 是不是都一樣 一模一樣 月線要上 月線要上揚 然後呢 K線幹嘛 要緩步墊高 MSD翻舵頭 大戶持股 千張大戶持股增加 這種就是標股的公司 你只要掌握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SOP 標股你就幹嘛 輕手拈來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 這個行情就是如此 來 所以很多股票就是這樣子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你看 有沒有 漢翔雷虎 這我們在節目上 4月2號 來你看 4月2號 盤險我節目上公開看 我也沒蓋牌 就是漢翔跟雷虎 我也沒有蓋牌啊 你看看漲到多少 來 漲多少 這裡 好沒關係 我切K線給你看 8033雷虎有沒有 漲到83塊 然後呢 漢翔 有沒有 漲到60塊半 所以目前他們都還是什麼 多方的格局 這答案都 蠻清楚 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改變 那我跟各位講 整個產業的供應鏈 其實你就不要想太多 包含像 軍工 包含像 IC設計 IC通路 一樣 上游IC設計 中游 所謂的 中游不是那個加油站 中游 中游 中間的游 IC代工製造 下游是封裝測試 這一波 很多的台積電供應鏈都是什麼 都是下游 都是下游 都是封裝測試 這些都是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所以你做禮拜四 禮拜四 台積電法說 勢必會提到這些東西 所以今天 其實有一些買盤 陸陸續續的進駐 當然你會注意到 這個 新來幣的走勢 這貶到不像話 這不像 真的是不像話 貶成這樣子 貶到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最差就是再兩天 就是等 明天結算完 禮拜四禮拜五 這個波雲見日的機會 應該就會相對大 就會相對大 好不好 所以 這些個股的部分 操作的部分 如果各位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歡迎跟我們做聯繫 歡迎嘉薇老師的line 取得這份資料 防空洞骨 原物料加電子 這裏面有七檔股票 我覺得都很重要 如果行情持續震盪 他們就還會在場 你就一定要先拿到手 行情持續震盪 他們就幹嘛 有機會再往上創新高 有機會打底完成再往上漲 好不好 請各位 加我的light 或是撥電話進來問 0800668085 好不好 各位 投票今天辛苦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維尼老師 會當你的龍城飛將 我也陪在你身邊 協助你各位一起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搜到最新的消息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